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若是第一次游玩建议先不要加入动物牌 动物特性请点击右上角资讯 接着每位玩家拿取一组行动牌 起落后抽出三张作为骑士手牌 不要给其他玩家看到 其余行动牌面朝下作为私人牌库 并且领取三个血量标记 加两滴血的那一面朝上放在自己面前 游戏总共进行五回合 每个回合有三个阶段 分别为抽一张牌 出一张牌 与效果结算 每个阶段所有玩家皆同时进行 请确认所有玩家都做完后 再进入下一个阶段 1.抽一张牌 从自己的牌库中抽取一张行动牌 2.出一张牌 从手中选一张牌 盖在自己面前 3.效果结算 每位玩家将自己出的牌摊开 并且结算卡牌效果 结算后将用过的卡牌弃在一旁 玩家们可以随时检视别人的气牌堆 每位玩家一刚开始都有6点血量 也是血量上限 玩家如果受到伤害或是治愈 将翻转血量标记 表示自己当前的血量 游戏中只要血量小于或等于0就会死亡 死亡的玩家被淘汰 而本回合所有对死亡玩家造成伤害最小的玩家 也会因为被排挤而遭淘汰 如果有多个伤害最小者 则都被淘汰 举例来说 蓝色玩家因为6点血量都被扣完 因此遭淘汰 而绿色玩家因为是对蓝色玩家造成伤害最小的玩家 因此也遭淘汰 游戏结束 当以下条件发生则游戏结束 1.全体都被淘汰 没有胜利者 2.剩下一或两位玩家存活 存活玩家中血量最高的获胜 如果有血量相同 则共同胜利 3.五个回合结束 存活玩家中血量最高的获胜 如果有血量相同 则共同胜利 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 或觉得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 可以按一个喜欢 想要认识更多桌游的话 也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